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都是跟简报有关 这就是一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你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操作步骤 然后这边就会有插图 好 那相对的我想要跟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你看到这样一份文件是不是有了很多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做排版 让它方便别人去做阅读 举例来说假设我们排版 我图片放在右边 那这张图片是不是就会有一个纹绕图的一个设定 文绕图贴上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放在右边 这个位置 好 然后第二个步骤 这边是不是要再放一张图片 好 刚好这边没有第三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的话是不是要到这一页 就是这上面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贴到别的地方 贴到这个的下面去 好 这就是所谓我要起你们了解的一个排版 排版在做的事 就是这边这个表格 整个这个表格把它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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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贴到 例如说这个贴上 然后把它调整大小 移到适当的位置 可以大概知道我现在做 在做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排版 然后二三 然后接下来 这个就要移到下一页去 好 那当然这边我们是不是这一页排完 是不是就点它 是不是就回到这一页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排版 好 所以你就把一些相关的文字啊 还有图片啊 排到适当的地方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做 但是当你今天会入资料 就是插入资料的时候 他会忠实的把Word的文件 放进来 例如说包含文字包含图片 这是还蛮蛮不错的一个情形 那万一假设哦 表格没有进来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是提醒你们说 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如果通常我会这样子检查 就是说原本的原始文件 这边pdf 这边的Word文件呢 我会去看那个页数 例如说几页 四十几页 然后接下来在publish 这边有几页 例如说也是四十几页 然后看看那个物件 比对一下图片 就分别看一下 挑一两个图片来看 挑一两个表格来看 看看有没有漏掉 甚至有时候会漏掉那个小图示 就是有些人 他会在那个里面放一些小图示 因为自行的关系 好 不过我现在所讲的 通通都是属于跨公司的时候 会有的情形 因为以前我们编排 我不晓得各位知道 有一套软体叫InDesign 它也是排版软体 它就会有我刚刚所说的 调图片 调表格 调文字的情形 因为Adobe公司的字型 你通通要花钱买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麻烦你们自己去玩一下 那个排版 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好 请你们动手做 那以前排版 排一本书 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的那一本书 叫做Office2010 快快乐乐 学会Office2010 好像是这样子一个说明 然后就请人去排版 那一本书写了400多页 然后排完版 他说他报出来的价格好像是 5到10万 就是那个排版的工作 400多页的排版 大概他所抓的一个方式是 看配合的程度 好 也就是说 他说排版有时候贵一点的话 大概是 大概到150块一页 一面 不是一页 是一面 他是算面的 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篇文章 这样子 40多页的文章 第一页长这个样子 好 就是我会希望说 那个文字啊 然后图片啊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排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右边都是空的 或者是下面这边是空的 然后 去下一页 然后接下 右边都空的 有看到吗 所以通常我们在排版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做哪一件事吗 而且我们今天还教过 两栏 光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排版的时间 你看一下哦 你看第一页 第一页 我游标移到任何随便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一页 变成两栏的形式来去排 他这边就有一栏 这边就有一栏 然后当就是这个地方排完一 然后图片 他应该放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调整一下图片的大小 图片的大小 类似这样子一个排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表格 应该是放在 什么适当的位置 那接下来你再去看 这一页 假设我是不是也把它排成 两栏 就整本书的风格都是两栏嘛 两栏 然后点到这个地方 内容 改成两栏 因为没有独立显示卡 可能就会有 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你看哦 到这一页的时候 我们改成两栏 然后 这一页 游标移到随便一个地方 改成两栏 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排的会比较好一点 有看到吗 这样子一个排版 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 它会把我们现有的一些图片 素材跟文字 先做两栏的排列 先后顺序都调整好 你再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比较好动 像这图片就只剩下什么 大小的调整 大小 大小的调整 那 最好不要是这样子调整 最好是同比例调整 就是 这样子调整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刚好看到 就是说 这个文件好像都集中在左边 这个时候好像有一半的空间是浪费 或者是有三分之一是浪费 我建议你们 我们改成两栏的排版 事实上以前电脑书有很多都是用两栏的排版方式 可以吗 你去看一下 这上面这边是不是排的还蛮不错的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调一下 玩一下 你只要改成每页两栏 因为像我们刚刚去做了一些调整 像我刚刚去做了一个调整 做了什么调整呢 就是这个栏的一个宽度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他栏里面 它有就是间距的控制 它间距设定是0.2公分 如果你觉得不够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甚至可以再去调整其他来 然后把这个稍微提升 比如说假设我改成0.5好了 0.5公分 确定 它这间距就会变稍微比较大一点 这个间距 就是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会增加 蓝跟蓝之间距离会增加 好 那接下来当我们今天去调整 我们是不是节省了很多的空间出来 那既然节省了很多的空间出来 你去看最下面 最下面都变成空白 可是页面都还在 页面都还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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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